第七百六十六集 没有听到过仙界之论 倒是听我老夫提起过仙玉二字 猴子慢慢道来 猴子的老夫历经的岁月久远的下人 身为太古的皇 共参造化 堪称古往今来最强大的几个存在之一 他寿原干涸晚年得子 弥留之际曾谈到仙玉 说其多半存在 但那是他的遗憾 有生之年不能进入 我的小叔叔说 我父生不逢时 不然是有一丝机会的 可惜正逢天地大变 无缘仙玉 不能推演 猴子的父亲 最终只是太犀了一声 无比落寞 因为到最后 他都不能亲身去证实自己的猜测 太古的几位皇认为 神须不属于这个世界 当时从一片神秘之地坠落下来的 几人的观点各足皆知 南天门 天宫自古至今都不朽 那里金光万道滚红泥 锐气千条喷此物 大黑狗自语 一双眼睛非常的深邃 真有鲜遇吗 不太可能啊 李黑水几人醋眉 从另外一个世界坠落下来的 真的存在先不成吗 吴中天自语 他的爷爷薄骨通筋 也曾有过不少的推论 哥哥 天是什么呀 小楠楠扯叶凡的衣角 仰着头天真的问到一脸的袭击 叶凡摸了摸他的头 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 也许根本从未出现过 纵有也不在这个世界 小家伙似动非动的点了点头 不死山 我听着有些耳熟 但是在太古年间 并无这处古山 猴子聪眉 谈到了另一处近地 你再仔细想想 不死山到底是 太古时期的什么地方 吴时大帝和人大帝 都曾进过不死山 在误道查古树下 留下了不可摸灭的印记 大黑狗想了解更多 真的没有听说过不死山 不过在太古传说中 却有个不死天皇 猴子思索了很久 才想到这样一个 近乎虚幻的人物 却不能确定是否存在过 不死天皇 敢用这样的名号 连大黑狗都很震惊 不死神皇要的第一代主人 据说就是那不死天皇 传说中他几乎超越了神灵 很多人都不相信他存在过 不死天皇 传说他几乎超越了神灵 连太古种族都不确定 他是否存在过 可想而知有多么的神欢 不死山 真的是他演化出来的吗 这不太可能 早在太古年间 他就已经作古了 不可能活到后世 先 虚无缥缈 太古的皇也不能长生不朽 也有作画之时 猴子的老父就是如此 历经无尽岁月 年纪古老的下人 可怕到极致 却也未能永生 叶凡想到了圣牙上的不死道人 不死道人 那片绝牙 是自不死山中截短出去的 大成圣体的死 很有可能与其有关 后被巫师大帝 以风神榜镇压 从中不难看出 不死道人的恐怖绝伦 必定是 堪于古之大帝 争雄的无敌存在 不然的话 不可能有此战绩 不死天皇绝不可能是他 若真的存在 将是一个几乎超越了神灵的强者 他听闻圣牙的一切后 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在他话语中 对不死天皇极紧的推崇 他是太古无数种族心中的神 天上地下 没有人可以战胜 他的老父是太古的皇 历经无尽岁月 震慑整个太古年间 却也死在了他的面前 寿源干涸而终 秦远见到一代斗战圣皇陨落 他尽管知道老父镇骨硕金 无人能敌 但却也认为不死天皇更强一些 因为这是太古种族心目中的神明 太过虚幻了 不能确定是否存在 被人们完全的神化了 近乎需要膜拜 多半有人无比推崇不死天皇 所以才如此命名不死山 七居在那里的存在 也许与他有一丝关联 得到了他的传承也说不定 可惜可他 斗战圣皇不死天皇 这样伟大的存在 也不能成仙 磨灭在了岁月当中 人族远古的大帝 何尝不是如此 到头来 不也是一个接一个的 先后陨落了吗 和任大帝多么的惊艳与恐怖 疲逆人世间 万古无敌 最终更是化身出神态 比一般的大帝绝对活得更久远 还是消失在了世间长河中 是啊 多少人结化尘埃 无始大帝灌骨绝筋 傲行雨内 终究也是不敌岁月 作画紫山中 几个人都很感慨 无论多么伟大的古黄雨大帝 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 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先让人无比渴望 但却不能触及 多少种族万古岁月 诞生出的最为了得的无上人物 也不能打开命运的枷锁 小楠楠拽叶凡的衣角 扬着稚气的小脸 柔嫩的问道 哥哥 神奇 又是什么呀 也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 跟仙一样吧 也许 也可能是古代最强大的人 被神话后衍生出的传说 怎么都是不能确定 是不是存在呢 小家伙睫毛颤动 大眼睛黑白 分明无比的纯净 是啊 正是由于不能被了解 笼罩着神秘的面纱 才用了种种传说 演化出那样的称谓 叶凡摸了摸他的头 也许 仙还有神奇 就是这样被人为造出来的 无仙论 猴子的毛子有些暗淡 又想到了老妇 斗寨圣皇 为古往今来 最强大的存在之一 号称 与天争雄 手押日月 弹指摘星 却也阴仙而寒 而终 无上强者不敬仙 可到头来 无信仰 却也是一种哀 这是猴子的父亲 最后的话语 以后 南南相信大哥哥是神 是不是大哥哥 就会演化成为 真正的神灵啊 小南南扑扇着大眼 异想天开地说道 大黑狗咕弄了一句 谁也没有听清 不过叶凡却是心中一动 小南南是神鹰 到底有怎样的来历呢 他们询问了猴子许多问题 可惜 当年他太小了解实在有限 不是一个纯粹的活化石 无法给予更多的答案 过去 我们总将太古之皇 与王族并称为太古王 现在他知晓 原来有所区别 仅有几宗古皇 荒谷禁地 猴子皱眉 听闻几人描述完 确切位置后 则是想到了一些什么 太古前并无这处生命禁区 是后来演化而出的 他琢磨了好长一会儿 若没有错误的话 神秘的太古人族 就是在那里出现的 在太古年间 荒谷禁地极其的玄秘色彩 相传与域外有关 很有可能 与紫微谷地星相连 藏有一条古路 叶凡心中一动 荒谷深渊下 却有一座五色祭坛 绝对是一条星空古路 难道存在的岁月 如此久远了吗 世道要乱了 没有强大的实力 今后无法立足 人族诸王同险 骑士学院重开 太古种族要归来 圣灵亦要出世 这可真是一个大乱世 大黑狗叨咕 他这样一说 几人都有了压力 未来绝对是强者的天下 一般的修士 恐怕根本不够看 若是那些种族阶险 天知道会是怎样一个盛世 到时候 说不定会出现 帝与黄的京士大战